中二選區的選民們 你們要讓顏寬恆繼續再當立委 三年半嗎 會 還是把他罷免掉 會 可以做完 可以做完 他可以 我說要不要把他罷免掉 這就是3Q委屈的地方 我跟你講他真的罷不掉 我比你罷怎麼知道 就讓3Q出來 拜你去領銜 我們現在戰鬥宣布 我宣布派范老師去領銜 看他在把老的生子骨 多久變相撥塊 而且他要設單前 他會先去大甲鎮南宮 請示可不可以擺單 這位班老師當天就被斷手斷腳 就來上圈 不是不是他拔筊 都沒有筊就回台北 沒有筊 班老師要拔筊的時候 拿出來變兩顆手榴彈 我本來會有善終的 想不到沒有善終 但是我不是台中市民 對不對 你再給我牽去 我認為中二選民還是會有些 你自己不去 你不要再認為中二選民 你現在給我去當中二選民 我不要 我幹嘛先誤會 你問什麼結巴 你問什麼結巴 好 那就讓顏寬恆繼續 你們看現在連阿寬都不講話 原來你們這些都是沒有種的 很莫大眾 但是我相信中二選民 會有有識之事 表哥 表哥 范老師說要罷免寬恆 不要跟你報告 范老師要罷免顏寬恆 我鼓勵台中中二選區的 有識之事要站起來 你又鼓勵 不畏強權 女兒死不掉 交通局局長 你在中二補選的時候 開始上節目 像台中捷運 開始斬肉頭角 開始領老入花蟲 開始慢慢走紅起來 今天顏寬恆 竟然被判決一審定驗 一審有罪沒有定驗 貪污罪七年十個月 齒鑼公權三年 偽造文書六個月 加起來八年四個月 阿川 這個好像今天早上十點宣判 沒有人有意外 因為大家都在等高峰安 有一點點意外 因為貪污罪這邊 有一點點意外 有一點點意外 好 那他這個案子其實蠻清楚的 就是他去用這個林靜甫當人頭 去買馬殺拉蒂 把這個錢弄進來 就是講的這個叫做 這個什麼案子 林靜甫是代收代付 但顏寬恆的邏輯上 讓我講一下 顏寬恆的邏輯是說 這個林靜甫本來就是我的助理 那他也有做了很多助理的工作 所以他從立法院領錢 領助理的錢來 他沒有話不關我的事 他幫我買馬殺拉蒂 對 那這個作戰為什麼會做代收代付 那是林靜甫的老婆的用語 這跟我沒有關係啊 而且顏寬恆還找了很多被林靜甫這個助理 服務過的人喔 案例 案例包括什麼人現在住在馬祖的都來喔 說林靜甫就是顏寬恆的助理啦 他有在做助理 那為什麼被判七年十個月 很簡單 然後林靜甫自己被判七年八個月 因為對顏寬恆來說 林靜甫是他的助理 可是林靜甫在領立法院助理之前 他不是領立法院的公費嘛 他是領營造廠建設公司的費用 他一直都做同樣的事 對就是說做同樣的事 然後只是錢的來源不一樣 有時候是營造廠給他錢的 有時候建設公司 那有時候是立法院的錢 所以他完全沒有因為多了一個立院助理的身份 去多做什麼事 沒錯 關鍵就在這裡 那現在就是說 因為立法院那裡少了一個助理的缺 所以林靜甫的人頭 就去那邊把錢領了下來 重點領下來之後 他老婆也怕說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帳嘛 帳就出現在這裡了 他做了一個帳 他做一個帳 收進來的錢我拿去 馬薩拉蒂為款 馬自打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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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健保 不要只做帳嘛 連浮輪社的費用也繳 不是啦 顏寬王 你是在開車行的嗎 你不要創造得拿車 馬薩拉蒂 馬自打 馬自打 RAV4 然後 RAV4 馬寬衡 開馬薩拉蒂就可以了 開RAV4 對啦 但是他的財產申報 只有一台美領 也沒有這幾台 那還有什麼 獅子會服輪社 連費也要繳 然後呢 還有這自立路的住宅 相關的這些費用 就是因為這裡 所以他被判 他也被判 他老婆害他老公被判七年 他老公老百被判八年 他們通通是七年起跳嘛 因為他們兩個都也都不認罪嘛 所以就一起 大概都判相同的這個圖刑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那個房子 假買賣的事情 對 就是那個設計師嘛 一個美女設計師 四個月啦 然後顏寬為了這個事情 判六個月嘛 因為他把上面都都拆掉了 把地也還給國有財產署 就判六個月 好 那這個 對這個法院來說啊 他就說啊這個林靜甫 就是利用職務造體財務嘛 然後最主要是在林靜甫的帳戶中 他的妻子有記帳 記帳寫嚴董代收代付總表 哇塞 這個不重點難 然後呢 做起來 明信也清楚知道 代收立法院薪資 一百零零的集結結結結 林靜甫等這樣 這幾個月就沒辦法了 這招不去了嘛 台中地院行政庭廷長李靜町說 這是一個很強的證據 辦案辦這麼久 很少這麼明確的 然後這個結果出來之後啊 接下來國民黨文傳會 要開除啊 文傳會出來講話 重點是為什麼是文傳會 不是考機會好 沒關係 一審有罪要停權啊 本案判決還沒有確定啊 當事人對一審判決 認識其用法都有維吾 支持原委員上訴捍衛清白 巴拉巴巴巴巴巴 有關黨紀部分 依現行黨紀詞部分 第20條第一項 代本案判決確定的結果 再來處理 雙標正黨 好這個聽起來也對嘛 20條啊 沒有錯啊 20條沒有錯啊 今天我們那個大律師有來 大律師在查笑的節目說 什麼20條 你們為什麼不用第8條 第8條 黨員有下列情勢之一 可以先行停止黨權 其二叫做貪污自罪條例 對 考機會可以先行停止 特殊情況與國法同步 這些情形啊 得由中央考機會先行停止黨權 然後國民黨不選這一條 對 國民黨選了這一條 選20條 這個如果是按照貪污自罪條例 有罪確定在處理 對 然後今天有一個國民黨的發言人 江宜貞 他說 不一樣喔 你看像那個 鄭文燦 他是有被交保的喔 那個就是很明確才會交保 你確定他這樣講 所以那個 那個是 那個要停權開除喔 像 顏寬人這個 顏寬人這個不一樣喔 這個只是一審有罪喔 一審有罪喔 跟那個鄭文燦那個交保不一樣 交保就比較明確了喔 這個一審有罪 這個還有空間喔 你確定國民黨發言人真的這樣講 江宜貞 大律師也在 他竟然這樣講 江宜貞是我同事耶 我以前同事耶 在開始台中帝月行政庭廷長李靜青 他說 這是一個很強的證據耶 好那國務院常委講完 總是考機會要出來講嘛 考機會就找了姚江李出來講 姚江李前任老牌中常委 憲政考機會他說 你也不可以這樣 要處理黨籍 你也要顧及黨員同志的貢獻 過去黨員同志的貢獻 陳超明貢獻比較少 比較少 然後呢 也要考慮人情事故 小平叔你那時候也被停權對不對 停權 對 裝小平貢獻比較少嗎 你是沒有貢獻喔 你沒有顧及你的人情事故嗎 為什麼小平叔要停權也快不用 好所以 所以這個考機會已經做成大概是這個概念 人情事故 但是現在有幾個人都還沒講話 我們先來看朱立倫 朱立倫跟顏寬人去海邊敲波塊上面說 聽海哭的聲音 有沒有 有 這一首歌 另外 這個盧秀燕也去頂 盧媽 顏寬人嘛 我在這邊再點名四個人 台中F3 黃建豪 羅庭偉 廖偉祥 你們三個台中年輕的立委 講一下 講一下這一條 你們挺 了解一下貪污 一審被判八年 你們覺得該不該停權啊 羅庭偉 廖偉祥 黃建豪 國民黨新生代啊 新生代講一下 了解一下你們的價值觀啊 第二個 海線的民眾黨的 蔡壁如 蔡壁如 講一下 顏寬人這一條覺得怎麼樣 民眾黨覺得怎麼樣 如果你不好意思講高鴻安 你可以講顏寬人 你可以講顏寬人 你們這四位公開點名 你們四位講一下 我跟你講蔡壁如會怎麼講 我教你 高鴻安的稿子已經寫好了 針對台中地院 宣判立法委員 顏寬人 顏寬人 貪污自罪條例 怎麼樣 被判八年四個月突襲 本人對此判決 自為遺憾 反觀同類判決 好了 最後這樣 民進黨西北市議員 周亞林 怎麼樣 請判 民進黨立委 陳賴淑美 怎麼樣 請判 三響對照 顯現台灣司法 比例原則 與量刑標準 有貼讓之別 我跟你講 蔡壁如就這個卡 最ok了 好 複製貼上就ok了 所以現在這一些 現在大家遇到顏寬人 我覺得很奇怪 顏寬人的臉書 貼了整天的 沒有任何國民黨上去留言 國民黨連朱立倫什麼都沒有上去留言 剛剛高鴻安的臉書 也沒有人上去留言 誰敢留言 林根仁也沒有上去留言 林根仁晚上有去留言 現在整群說謊說 臉書上面都不敢留下紀錄 都不敢留下挺他們的紀錄 國民黨你們很殘忍 國民黨那些立委最要林桃 這幾個好不好 許小欣趕快去寬宏哥哥那裡 寬宏哥哥那裡 幫寬宏哥哥加油 寬宏哥哥是無罪的 林桃 許小欣趕快去留言 好 非常幸福阿傳奇 阿傳回來問一下 我想問范老師 這個太雙標了吧 這個太雙標了吧 什麼叫雙標 民進黨 我不要講說民進黨犯了什麼什麼 民進黨只要一出事 藍跟白道德標準 比長城 比天還高 自己出事 就是說 我們要顧及黨員同志的貢獻 也要考慮人情世故 開除我的時候就沒有顧慮我的貢獻 我的人情世故 平權小評書的時候 小評書在中正萬華 耕耘這麼久的貢獻 就沒有距離 那是因為大佬的兒子要選 大佬 那情況不一樣 下禮拜一 給我平反國民黨 對不對 你應該要平反嘛 不用 謝謝 謝謝 我這樣很好 好 我多慮了 我多慮了 郭瑞斯可以這個牌子 還我一萬塊 柯文哲 柯文哲還我一萬塊 因為為自己的權益 爭取到底 不要讓你的權利睡著了 我比較有講 嚴寬恆今天是被貪污 至罪條例 他是判七年十個月 他比高宏安還重 因為他被買馬沙拉蒂 高宏安是買雙眼皮貼 利用職務榨取財務罪 對 很重的罪 我問各位 中二選區的選民們 你們要讓嚴寬恆 繼續再當立委 三年半嗎 會 還是把他罷免掉 我跟你講 他可以做完 可以做完 他可以 我說要不要把他罷免掉 這就是3Q委屈的地方 我跟你講他真的罷不掉 你罷怎麼知道 就讓3Q出來 拜你去領錢 我們現在戰鬥宣布 我宣布派范老師去領錢 看他在把老的生殖骨 多久變相剝快 而且他射單前 他會先去大甲鎮南宮 寢室可不可以擺單 寢室可不可以擺單 然後這官方法老師當天就被斷手斷腳 站在上街 不是不是 他刮歸都沒有歸就回台北 沒有歸 范老師要刮歸的時候 拿出來變兩顆手榴單 我本來會有善終的 想不到沒有善終 但是我不是台中市民嘛 對不對 你再給我簽去 對 我認為中二選民還是會有些 你自己不去 你不要再認為中二選民 你現在給我去當中二選民 我不要 我幹嘛簽譜我 你幹嘛結巴 你為什麼結巴 好 那就讓顏寬恆繼續 你們看一下 連阿寬都不講話 原來你們這些都是沒有種的 沈默大眾 但是我相信中二選民會有 有識自治 表哥 範老師說要罷免寬恆 表哥跟你報告 範老師要罷免言寬恆 我鼓勵 台中中二選區的有識自治要站起來 你又鼓勵 你自己都不去 我問你 當初陳柏惟被罷的理由是什麼 只是因為 謝謝總部說 他財產申報不實 或是他在立法院講話 發言不當 就把他罷掉了 那我問你 現在你們的立委 是判得輕人十個月 難道不應該被罷嗎 大家拿正當性來看 新台派不上了 要上了周末派 所以我覺得 中二選區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 你們應該要站出來 雖然壓力很大 可是我鼓勵你們要站出來 告訴我各位 選錢在中二選區辦的那個 政治道戶外開獎 你有沒有去 選錢 對 我沒有去 你沒有去一下 我去 選錢 政治道板台 在中二選區辦戶外開獎 小弟我做最邊邊 邊邊旁邊就是 嚴寬恆的競選總部 我講到背後都流汗 你現在叫我家罷免 你連當天開獎 你都沒去 我沒有時候邀我怎麼去 你不要跟我通告 有通告我也去 是嗎 所以立正好 要發揮你的爭議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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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